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在首尔的一座公寓里 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 偷听偷露隔壁女性家里发出的声音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凌晨一点多 一位带着耳机的男性 偷偷地走到独具女邻居家的门口 将手机扣进大门 就这样以同一个姿势站了5分钟 偷听偷露房间里发出的声音 而这位男性A某就是住在隔壁 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的40多岁A某 他每天都会在室外者下班回家的 9点到凌晨3点左右 来偷听以及录音房间里的声音 一开始室外者游走加害者抗议过 但是加害者却说 因为想着你想着你家的声音 就会感到很兴奋 所以才做了那些事情 我会给你搬家的费用 拜托你不要告诉我家人 也不要告诉我老婆 感到很害怕的B某还是向警方报案了 但是警方却回复说 因为没有发生实质的新暴力 所以目前只能警告A某 对他实施禁止接近处分 但是因为A某就住在室外者的隔壁 所以禁止接近处分 实际上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B某还是起诉了 在B某起诉后 A某就表示会请律师 用法律来判断是非 叹你个头吧 受害者对媒体表示 现在都不敢自己去倒垃圾 也不敢开窗户 就怕他可能会进来 结果这个事件被媒体报道 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后 警方才在9月21号 申请了事前去补令 哇 都有老婆孩子的人 这世界真的是疯了 警方一开始说什么都做不了 结果在媒体报道之后 就开始行动了 如果媒体没报道的话 这个事件也不知道会变什么样 我看以后发生事情的话 不要报警 勾制媒体才比较安全 让别人平凡的日常留下阴影了 一定要受到惩罚 这种人以后百分之百会犯罪的 为了预防万一 一定要拘留后严重处罚 因为没有实际犯下性暴力 所以什么都做不了 这像话吗 一定要等到出事后才能解决吗 有无罪推定原则 所以不能只因为是录营 就用性犯罪来处罚吧 对于40多岁男性A母的录音行为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